這個叫二零一二一騎舞動 全國原住民舞蹈、戲劇、歌舞的比賽 它要必須要融合戲劇、歌唱、舞蹈三個部分 要總載一個十五分鐘的比賽 所以你一個劇裡面有這三個元素下去 所有的音樂都必須由小朋友自己唱出來 不能有CD的呈現 所以對小朋友成長很多 那你說一共有多少 今年有十支隊伍參加 而且今年它是比較擴大舉行 它這十支隊伍都是歷屆的冠亞軍 所以今年真的很強 也很辛苦,小朋友也很辛苦 那你說這個是所有都是部落的同學 那有多少,全台灣有多少的原住民的部落的學校呢 這個其實很多 它以教育部的標準 如果全校學生數超過三分之一的話 它就叫做原住民學校 原住民地區的學校 然後以全省來講 我是不清楚其他縣市 以台東來講 我們本地行 台東縣 三分之二一山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學校 台東是一個族群很多的學校 在很多的地方 那大概有多少光台東 如果 以鄉鎮來講只有台東市跟綠島鄉 不是,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原住民地區 只有台東市跟綠島鄉這兩個不是 其他都是原住民地區 我的意思是說有多少個學校 學校的話我沒有辦法去算 光台東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小就有90所 我不太清楚其他學校 所以就有90個 這個原住民的學校 有些人不叫原住民學校 他們的學生是如果沒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原住民 他們就不叫原住民地區 他們就不叫原住民地區 我們需要是 佔的七成都是台灣族的小朋友 反正70是台灣族的小朋友 反正30是漢民族的小朋友 去年是第一次參賽就拿第二名 哦,實在太厲害了 出生自獨屠 但是今年因為有去年經驗 所以今年變得很小心很緊張 反正我也害怕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因為我們見識過去年 其實各隊的實力都差很 都很接近 嗯 是是是 好,謝謝你接受 我們來一下